抗战之前,中国的社会虽然也在动乱之中,军阀各剧,对日本的抗战。 在没有受到战火蹂躏的大后方,特别是农村,人心还是很淳朴,厚道。 纵然为不识字,没念过书,这些人民他都能明理,他都有爱心,多肯他自然然的。 见到陌生人呢,他会照顾,他会同情,就像慈离家那时候,这个大悲心他生起来了,退同情心。 这个就是孟子所说的,人界有侧淫之心,这个侧淫之心就现在讲的同情心。 看到人家很可怜,流浪啊,都会帮助他。 见到要饭的,决定不会让他空手而走,总会给他一点。 再穷的人,家里没饭吃,还有一餐饭,看到教法子也能分一点给他,太难得了。 跟现在的社会完全不一样。 为什么呢? 人性嘛。 也就是那个时候,人性还没有完全失去。 不像现在,现在是失掉了。 失掉了,怎么把它找回来? 用什么方法找回来? 在一切方法里面,无过于佛法,无过于大惩罚。 这是真的。 所以佛,这是觉悟的人。 看到这个字,我们一定要晓得,佛是觉悟的人,称之为佛。 具足,震慑,智慧的人,这是佛。 佛有没有齐心动念呢?没有。 齐心动念叫慈悲心。 大慈悲心是信得自然流露。 没有齐心动念。 齐心动念就生烦恼了。 所以,此地无论是讲智慧,是讲慈悲。 都是信得自然流露。 这叫妙用嘛。 众生有感,他就起作用。 众生决定是有感。 所以佛师们中不舍一人,是真的。 他现在不相信,他不能接受。 但是你念阿弥陀佛,他听进去了。 你这里供养的佛像,他看,他落了眼根去了。 所谓是,因利尔根永违到中。 这就是,他自自然然就吸收了。 放在他阿勒耶士里头。 作为精神后世,欲佛得度的第一个原因。 这是诸佛如来无尽的慈悲。 其实是很不便的。 不便。 公园的舌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